大家好,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 Line 現在呢,要繼續跟你們介紹20th Anniversary DVD Edition DVD Not Included,插馬的 的Optimus Prime的一個變身的過程 而這邊呢,我將會仔細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在介紹之前呢,我要跟大家體驗一下 這隻Optimus Prime呢,它有一些具體的細節 比方說,它有一些作戰過之後的一些傷痕啊,在這邊 在這個身體的其他的部位,以及腳的部位,都有一些裂痕在那邊 這個呢,是個人認為說,它是非常非常仔細的一些細節在那邊 而另外一個讓我稍微一點納悶呢,則是這個Smoke Stack呢 它是有一個彈簧在裡面的 可是呢,我研究了很久,還是不知道說它的用處到底在哪裡 那既然研究不出來呢,那我就把它放棄掉啦 好,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它變身的過程吧,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事呢,是 先把它的手 這個地方,從裡面 拉出來 啊,乾脆啦 第一個要做的事呢,是把它旁邊這個小樓梯呢,給折到前面來 第二個呢,則是把 手的部位呢,拉出來,移到前面來 再來呢,是把車頭的部位呢,打開來 OK 把前面這個小座位的椅背呢,給它給彎下來,打平 OK 接下來呢,是把這個Front Grille這個地方呢,這一片呢 給 往前拉一下,它就鬆掉了 曝光太大 之後呢,就可以把這一整片呢,下面這一片呢,給轉180度到身邊來 再把它 暫時的 打直到這邊來 接下來呢,則是它的 腰部的部位 那我們把向那個 鏡頭稍微偏上一點 把這個側頭的這個地方呢 往前一下 之後呢,你就可以把它給 好,我們先把這個部分給弄好了 這個部分呢,你就要把它給轉到 這個方向來 忘記了,如果沒有弄出來的話,是弄不出來的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變它了 OK,好 卡在後面這個部分呢,把它給彎下來之後呢 這一整片給它拉出來 Optimus的頭呢,就出來了 之後呢,就把後面,把它蓋回去 Optimus的這個天線這個部分呢,就把它給拉起來 好 這樣子呢,才能夠造就它胸旁這個部位呢,可以往後推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給 移到 對的角度 像我講的 像我講的,已經有一小段時間沒有去變它了 所以能稍微有一點生疏了一點 各位多多包涵 謝謝 OK 推過來之後呢 它胸膛的角度則是變成這個樣子 再把它這一片給壓下來 胸膛呢 先開著,因為我們還要再做這個下一個步驟 接下來是把它前面這個輪子這個地方呢 OK 弄前面一點 往 前移 可以說是 往前移180度之後呢 再往 內 推 推上去 往前移180度之後呢 再往內推 它的輪子呢 前輪就會收到它的胸膛下面的部位去了 換句話說,變成機器人之後,它是完全的隱藏式 OK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整個下腰的部位呢 移到前面來 再把 腹肌 OK 給卡回去 胸膛呢 在這個時候呢,就可以把它給蓋起來了 好 它的上半身呢,就可以說結束了 手的部位呢,我待會再跟大家做介紹 接下來是下盤的部位 下盤呢 暫時的 不是暫時的 現在就要把它給轉180度 轉完180度之後呢 後面這片才可以把它扣上去 如果你之前先扣的話呢 會影響到 也不會影響 只是會影響到它折身 好,never mind OK 接下來呢,是把它的雙腳呢 給 伸開來 按一下旁邊這個油桶 之後呢 卡一下 它的腳才可以伸開來 伸開來之後它就會卡住 這邊也是一樣 按一下 好,卡住了 接下來呢 就把它剛剛卡貨櫃這個東西呢 這個洞呢,給往裡面伸進去 接下來是剛剛車尾這個地方呢 把它上面 這個部位拉起來 轉180度朝下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看看它腳底的部位了 就可以把這個剛剛拉起來的部位呢 給壓回去 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 把它這個部位拉起來 來 後面這個地方呢 稍微給它掰一下 剛剛忘記講 然後呢 轉180度 OK 後面這個地方呢 給它扣回去 腳的部位就搞定了 接下來呢 這個角度 真的要調一下才可以 好 它長太高了 OK,好 接下來呢,是把手 的底盤這個地方呢 拉出來 把它的手呢 給推出去 另外一邊呢 做法也是一樣 而它的手呢 則是在 目前我知道的 是非常非常緊的 而且它的手指呢 都是能夠分別去動到 OK 20th Anniversary DVD Edition Optimus Prime 變身過程呢 就結束了 OK 它在變完身之後呢 在 腳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剛剛 車尾的部位呢 如果你把它 腳呢 往下壓的話呢 你會看到扇頁有打開來 壓下去的話 往上壓的話 扇頁會打開來 OK 所以這一點呢 是蠻 呃 蠻detail的一個地方 把它轉到背後來呢 完全沒有多餘的一些 呃 機器人的部位在上面 而如果說你從它頭 你看 如果你從它頭 後腦這個地方 按下去的話呢 你會發現到這個 它的下巴會動 它的下巴會動 它的整個臉的那個部位會動 造就它一個講話的一個 形態 而在它的雙手臂呢 則是有一個 對講機 左手臂呢 則是 Megatron 而右手呢 我記得是 Gramlock 我看看 Yup 右手的對講機呢 則是Gramlock 所以呢 為什麼它 為什麼它會跟這個 Megatron去 通話呢 這個就讓人家 讓人家不解了 好 接下來呢 是要介紹一下 它胸膛這邊 把它打開來之後呢 再把它扳開來 在肩膀這部位呢 有個小按鈕 如果一按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胸口這個matrix呢 會發亮 而 它同時呢 也是可以拿出來的 那它有時候卡的有點緊 我就把它給 OK好 這個matrix呢 是可以拉開的 那現在呢 我就不讓它握在手上了 OK 好 剛剛貼上那個底盤呢 現在盾磁巾就可以讓它 站到上面去 呈現著 整個一個 架式在這邊 好那我們介紹一下它 手的部位了 也就是它可以握著這個 呃 斧頭 的地方 再一次的把手的部位呢 給收起來 收到這樣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這個斧頭呢 給卡在手裡面去 它就有一個這個一個造型 但是我並不喜歡這個造型 因為大家看起來好像稍微 短小了一點 OK 而剛剛這個 Megatron這把槍呢 一樣的是能夠讓它 握在手上面 做的一個 它握著Megatron的一個 造型在裡面 非常非常地帥勁 非常非常地帥勁 而它的關節部位呢 都是非常靈活的 所以呢你可以很容易地去擺出一些很漂亮的戰鬥姿勢來 頭的地方呢 也可以隨意地去轉動 OK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當初我買下來的時候呢 我有點不捨得去把它給拆出它的盒子來 只是想說把它給放在盒子裡面去增值 後來呢 後 OK 後來呢 還是決定說 把它可以 拆開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想 想它想了很久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20th Anniversary DVD Edition Optimus Prime